二百三十集 顾时机姑却是一直目送着郭老夫人等人离开 看到他们去了水泄不远处太湖石山顶的凉亭 不由地拉了周少锦在一旁滴雨 四房的老安人和大太太怎么过来了 我瞧着他们的神色有些不对呀 周少锦道 嗯 我也觉得有些奇怪 不过上次外祖母过来的时候 说是心里不舒服 想和老夫人说说提几话 后来又派了人去谱口 我怀疑是告表哥的婚事 是不是有些不顺当啊 是吗 可缅大太太看她的眼神 确实有点奇怪了 顾时机姑朝着梁婷望去 只见郭老夫人和官老安人围着石桌坐着说着话 缅大太太和吕嬷嬷 并几个小丫鬟在一旁服侍着 既然有服侍的在身旁 那就不是说悄悄话了 顾时机姑觉得自己可能是想多了 把这件事抛到了脑后 郭老夫人等人却在梁亭里注意着水泄的动静 看见划船的时候 顾时机姑最后一个上船 第一个下船 吃饭的时候 她坐在离门口最近的地方 吩咐着丫鬟递手帕递洗水 姐妹们玩的时候 她是四处张望着 生怕哪一个不见人影 既帮了周少锦的忙 又不会抢了身为主人的风陶 这正是他们四方需要的刺激 缅大太太不得不低声地道 还是娘有眼光啊 官老太太望着笑颜如花的周少锦 语气也有一些怅然若失道 这世间的万物啊 都要讲个合适 合适了 人就舒服 一切都好 不合适了 就是相襟贤欲的 那也难受啊 面大太太福气地点头 官老太太就扭头看了 郭老夫人道 该请老夫人啊 带我谢谢大老爷 因为这桩事八字还只是有一撇 这边又有服饰的 他含蓄的道 等那天闲下来了 我呀 让一哥给大老爷磕头 郭老夫人暗中松了口气 正色地道 你们可决定了 这可不是儿戏 决定了就不能更改的 官老太太点头道 嗯 决定了 我信得过静芝儿的眼光 初锦的婚事就是她做的美 初锦和姑爷就过得很好呢 现在诚意也是曾经做的美 说起来呀 我们四方多亏了静芝儿了 有什么事都惦记着我们 那天她回来 我们家大老爷得好好的 请静芝儿喝顿酒才是呢 郭老夫人谦虚道 她呀是长房长子 有了这样合适的机会 自然是要照顾着族人的 接着又说起四方的二老爷成员来 放过年来 朝廷呢就要考核了吧 你跟文芝儿说一声 让她争取能平个上等 等到九年通考的时候 也能啊换一个好点的地方 这就是说 以后成金还会帮着成员的忙 官老太太自然是谢了又谢 可是心里却惦记着另外的一桩事 她请了服侍的低声的对郭老夫人道 就是啊 邵锦的婚事 只怕是要麻烦老夫人了 郭老夫人道 你放心吧 等九月相识完了 我准备啊 去经理住些日子 到时候 亲自给邵锦 挑门好亲事 官老太太 这才放下心来 过了几天就传出成家和顾家联姻的消息 成义非常的惊讶 不是说把邵锦许备给他的吗 虽说他之前觉得这样有点别扭 可仔细想一想 他们也算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了 若是成了夫妻也没有什么不好 何况邵锦长得那么漂亮 不管是称还是怒 都像是一幅画似的 看着就让人心里舒服 现在却是突然换了人 那邵锦许配给谁了呢 是姑父不同意吗 他的心里又别扭起来 寻了一个没人的中午 他悄悄地去了板壁山房 福翠阁可是不像晚相知 能让他随意地进出 何况集营那个恶婆娘 就住在离福翠阁不远的厅力馆 他想想就觉得头隐隐地坐拓 怂恿着侍儿去叫周少锦 自己则坐在寒碧山房旁的湖边 等着周少锦 周少锦听到成义和顾时机姑定亲的消息 也是非常的惊讶 他想到成池那次问他和谁最好 难道是自己的那句无心之语 给凑成的 周少锦又觉得自己想多了 持舅舅虽然对他好 可是这种结两家之好的姻缘 哪里是他一句话能够决定的呢 他想借着这个机会去见见成池 又觉得自己见了成池 只会更恋着他 正在屋子里打着转转 听说成义要见他断生如释重负的感觉 换了一件衣服 匆匆地就去了湖边 成池这几天都不在家 在郁太票号的总号和魏子号的李家拆股 好不容易把事情忙得差不多了 想着有些日子没有陪着郭老夫人用膳了 中午特意赶回来 准备吃过午饭之后睡个午觉 却听见给他端了茶进来的伤嬷嬷笑道 一二爷还像个孩子 找二表小姐就找二表小姐呗 居然把关老太太身边的舍儿姑娘 拉过来去请二表小姐 自己蹲在湖边等着 城池冷冷地撇了伤嬷嬷一眼道 他们表兄妹一起长大 如今一哥定了亲 肯定对新娘子很好奇 找二表小姐说说心里话 这也是人之常情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这是她的心里话 她希望绍锦过得高高兴兴 向路边的野花野草肆意地生长 而不是把它养在笼子里 什么时候吃食 什么时候敌名都要她首肯 不过既然诚意来找她 只怕还要说会儿话 这大热天的 她从铺子里赶回来 满身的汗 不如趁着这个机会洗一个澡 等去了母亲那里 估计她也就说完了话回来了 城池吩咐伤沙嬷默去浇了水进来 伤嬷默被城池的那一眼 贴得心里嘴打颤 小心地服侍着 心里却是忍不住的奇怪 如果四爷要让诚意走 只需找一个借口 吩咐集营去把二表小姐叫过来 诚意就会吓得飞快地跑走 难道自己猜错了 不然四爷为何让她看着二表小姐 她可不想表错了情 等从书房退出来 她去找淮山 你说四爷这是什么意思呀 淮山也不知道 但她深知城池不说话就是不说话 说出来的话 每一句都是有深意的 那四爷有没有让你 不必再盯着二小姐了 她低声地吻 伤嬷默觉得自己恍然大悟 手下败将无稀俱矣 不 诚意连败将都不是 他根本和四爷不在一个等级上 四爷要是把他都放在了眼里 岂不是把自己的品格都给降低了吗 上嬷默默又安下心来 这边诚意见到了滋容娇美的周少锦 又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红着脸往湖里丢着石子玩 周少锦的心里咯噔了一声 先发致人地欢笑起来 恭喜一表哥 顾家石漆姑和我相熟 她很好的 你们一定会过得很好的 诚意的脸更红了 慢慢半晌道 二表妹 那你的 你的婚事有没有定下来啊 朱少锦就想到了城池 明亮的目光顿时暗淡下去 低头道 没 没有 诚意整个人都轻松下来 他的心里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的亲密 如果祖母向姑父提了亲 姑父不满意自己 又不想得罪成家 只能以二表妹 已经和别家有了口头的婚约为借口 并且很快地为二表妹定下婚约 就算是不定下婚约 也要嘱咐二表妹一句的 既然没有 那姑父就不是不满意自己 而是长辈觉得 顾家的石漆姑更适应自己了 诚意忍不住地向周少锦打听 他是个什么性子呀 周少锦忙把心里的那团乱麻压在了心底 笑道 他的性子很开朗 为人又体贴 说话也很风趣的 等你见到他你就明白了 我不会骗你的 说起来 祖母和大舅母都曾经亲眼相看过他的 若是不好 肯定不会为你们定下这门群似的 诚意脸红的仿佛能低下血来 却又怅然地望了一眼韩碧山房 难难地道 若吉营不是四叔父的婢女就好了 感情他还吃在嘴里 看着锅里的 朱少锦气得不得了 沉着脸道 顾家实习小姐是个好姑娘 你若是不满意啊 趁早跟长辈们说 免得等到她嫁过来的时候 你心里还装着别人 朝勤暮处 害了顾家实习小姐 她说着 不由想起了自己的上辈子来 目光就有了一点点的水光 我们女人家不像你们男子 你们若是过得不舒服了 天南地北的都是躲的地方 不然就在外面找个红颜知己 或者是另置防外事 我们来来去去 就只有这么一个院子 只能守着这个院子过日子 就是寻死 害怕伤了长辈的心 还让疼爱自己的人 背了恶名骂名 我话说在前套 你此时不把话 跟长辈们说清楚 等到顾家实习小姐进了门 你若是 有半点对不起她的地方 我就立刻告诉外祖母 大舅母 大舅舅和告表哥 不把你打得摊在床上 也要让你脱层皮 不行 这样都太便宜你了 我到时候啊 要请了集营出面 狠狠地收拾你一番 诚意听得头皮发麻 叫嚷道 喂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狠毒了 想多长那刺的花似的 不会是跟集营那恶婆娘待久了 心肠也跟着她变坏了吧 周绍锦没等她说完 就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虽然这一眼温温柔柔 没有一点的威慑力 可那娇颂的模样 还是让诚意摸了摸脑袋 磕磕巴巴地道 你别总把我想得那么坏 我也就是说说而已 难道你就没有喜欢过什么东西 最后却求而不得 只能偶尔在心里想想啊 朱绍锦默然 她想起了城池 城池与她就是一辈子都只能在心里想想的人 放心底的罪角落 谁也不让发现 死了也没有人追到 念头闪过 她不轻地悲由心声 泪珠大滴大滴地落了下来 朱绍锦从小就是娇滴滴的 可她也很倔强 跌倒在了地上 手掌破了皮 也不作声 像这样猝不及防地哭起来 城池还是第一次遇到 她慌了神 想掏了帕子 给她擦擦眼泪 结果兜里什么也没有戴 就想着拿衣袖给她擦一擦 看着她白玉般温润的脸 再看看自己衣袖上 绣着的祥云蓝边 又怕在她的脸上留下印子 城池只好围着她团团地转 一面转一面身变的 你别哭了 我发誓对顾时期顾好还不成吗 我发誓再也不像基因了 还不成吗 我真的没有你想的那么坏 前几天 陆从兄来找我 说伯大太太病了 她悄悄地回来看伯大太太 给你带了些土仪回来 让我转交给你 我都没有答应 周少景的泪珠 一下子就挂在了脸颊旁 他愕然地道 你 你说什么 程路来找你 他什么时候找你的 都跟你说了一些什么呢 诚意紧张地四处张网 你小声点 这件事我谁都没有说 我答应陆从兄的 谁都不说呢 这个不动脑子的 他怎么就摊上了 这么一位表兄呢 周少景唬着脸 忙擦了擦眼角 拽着程毅 就往太湖石山顶的凉亭去 程毅不敢挣扎 一路求饶 你有什么话好好说 你这是要把我拽到哪儿去 我可是偷偷跑过来的 这要是被人看见了 我今天晚上就得趴着睡了 会被程免打得不能沾床 周少景不理他 气喘吁吁地爬到了凉亭里 站了半天才云过气来倒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到底是什么事 你给我说清楚了 不然呢 我这就去告诉大舅舅 你一样今天晚上得趴着睡了 程毅的脸比周少景的脸还要白 周少景手里若是有鞭子 都会抽他一顿 说道 我变成这样子 还不是因为你 你还不赶快告诉我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程毅念念的道 就是 他说 他们是从外地去求学的 月露书院怕他们背井离乡出了什么事 所以只准他们一年回来一次 可是伯大太太病了 她实在是放不下心 就悄悄地跑了回来 还说 纪委丛兄那里 只有我的嘴是最紧的 不会乱说话 他就想来看看我 随道带了些土衣给我 我就留了他吃饭 谁知道 他说 和你有几年没见了 你从前小的时候 总喜欢和他说话 能不能把你叫上 他当时以为 自己就要和周少景定亲了 表妹变妻子 他有一些不好意思 加上觉得 成禄这样的要求 有点过分 就很干脆地拒绝了 成衣喃喃地道 鲁丛兄好说歹说 磨了我半天 我都没有搭枪 我也不是你说的那么不靠谱 我只是觉得 大家同根同源 有些事能帮他一把 就帮他一把 不能帮 也别把人弄得下不了台 不是 成禄这事要干什么呢 像上辈子似的 想继续和他暧昧 糊弄他吗 还是这辈子 觉察到了自己 可能会功名不保 怀疑上自己 想从自己这里 找到些许的蛛丝马迹 周少景想想 就觉得很烦 恨不得 马上就到年底 出了成禄的功名 看他怎么上蹿下跳的 又恨成禄 花言巧语 把诚意也骗了 可他又不能跟 诚意说实话 诚意这个人 还是年纪太小 他怕他藏不住话 一时失言 坏了大事 深深地吸了几口气 这才压制住了 心头的怒火 尽量地 用和平常一样 高低的声音 和他说着话 他背着书院的村长 跑了回来 你知道了 这不告诉长辈 这就是你的错了 你以后啊 千万别再和他来往了 不然大舅舅知道了 肯定又要烦你 去鬼祠堂了 诚意乃然道 这是他告诉你的吗 诚意点了点头 他早就回岳路书院了 我不会和他见面了 那成禄 可能不会再来找诚意了 周少景松了口气 又叮嘱了他几句 你可别乱混之类的话 直到见天色不早 快到用午膳的时候 这才和诚意分了手 没想到回上房 竟然看到了几天不见的城池 本集到此结束 欢迎收听下一集